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鱼醉》 长书新原著 光合金木之作 起点中文网 喜马拉雅 联合荣誉出品 第518集 鱼醉把煽情演绎到了极致 没办法 现在这些傻妞都喜欢那种吊吊 这种吊吊就是在关键的时候来一个转折 就向鱼醉画风一转说 但是 那个男人 却放了心 你是 拦截的心 都快碎了 小保姆正正地看着鱼醉 似乎被鱼醉说得动情了 然后蹦出来一句 你说的是哪位啊 哎呦 鱼醉暗暗叫苦 感情群下之沉还真不止一个呀 他眼珠咕噜一转 摸着钱包 从钱包的角落里 抠出一张SD卡来 塞进手机 这玩意儿怕有意外 一直藏着 一会儿开机 调到一张照片上 他义愤填膺的道 就是他 就是他伤害的蓝姐 就是他让蓝姐心碎了 就因为他 蓝姐才要远走高飞 再不回来了 哎对了 你一定见过他吧 见过 他来这儿吃过饭 蓝姐亲自给他做的 他来的时候 蓝总和刘医生 是不是都不在 鱼醉轻声问 生怕惊了小保姆一般 小保姆眼皮子一跳 狐疑地看着鱼醉 那眼神警惕起来了 这就是答案 鱼醉一收手机道 这是隐私 谁也不要告诉我 你慢走啊 我不送了 说着就上楼去了 看着小保姆一头雾水 狐疑之下 他捏手捏脚 跟着鱼醉上来了 鱼醉来这里 根本没有目标 他也不知道 该往哪个方向找 楼上房间四间 就像心有灵犀一般 他一下子就找到了 那间带着露台 养着一大醋花卉的地方 鱼醉审视着这个房间 人都是充满着矛盾的动物 比如这个 标着二奶标签的女人 如果只看她的生活环境 却也不比淑女的闺房差多少 阳台的躺椅 门口的小书架 各色的杂志 玲珑的咖啡杯 处处能看到 小资和闲适生活的影子 谁能相信 这是劫匪的生活呀 要是劫匪都这么高雅 当警察的可就都没混头了 他躲着步 又躲到了阳台 坐在了椅子上 感受了一下 温蓝每天过的这种闲适生活 唐蚁一摇 悠闲地看上几页爱情小说 时尚杂志之类 你说何必还要千里迢迢去抢劫呢 真是何苦 他随手一抽杂志 却发现自己的判断完全错了 这是一本汽车杂志 各色的豪车 在铜板纸上显得先豪必现 对于车 鱼最很敏感 他一咕噜声起来 翻着那个小小的活动书厨 翻了几本愣了一下 杂志里夹着一张广告图 好熟悉的一个画面 是个四方的建筑 他愣了片刻 一下子想起来了 这是国际车展那地方 像个大棺材 11点15分 许平秋在特警的闷罐车里 群寻着 抓捕告一段落 不过结果并不理想 虚拟大学城这幢公寓楼查过了 有六家网上直销店 四家用作3D影视工作室 还有两家搞信息咨询的 这个只认租金 不认成分的地方 正适合网赌的隐藏 谁也不会对其他人干什么感兴趣 香声惊了这里的居民 后来的分局的警力 正挨家做着基础询问 稍带着说服住户 不要出门 上面的现场勘察正在进行中 不过效果不会很理想 敢于杀人灭口的 怎么可能还留下更多的证据呢 钱转走了 具体有多少 现在还没有落实 不过数目肯定不小 如果不是接收赌持注资的账号的话 估计现在还有要转进来的钱 许平秋沉思着 突然间又发现自己走了一步臭气 不该封账 一封账 让躲在暗处的凶手 马上就会警觉这里出事了 这个亡羊补牢的机会可能已经没有了 他揣夺着 车门响时 李辍跳下车来 随手锁上了门 许平秋用征询的眼光看着他时 他摇摇头道 不配合 一点都不配合 许平秋问 李辍是本地人 在语言沟通上有优势 不过看来效果不佳 他什么都不承认 没律师来他不开口 而且保留控告我们非法抓他的权利 他不是本国国籍 李辍道 就这号人最难缠 捞钱捞名就是乡亲 违法犯罪就成外国人了 许平秋揣夺着 像这号江湖老大 等闲肯定是不会向谁低头的 何况现在并没有证据直接指向他 有事恐怕也只能那些保镖担着 许初 恐怕不好办 这家伙和两岸三地的警察都打过交道 条条框框熟悉得很 他要不开口 我们还真拿他没办法 我来 许平秋道 时间不多了 他上了车一招手 两名看守特警下车警戒 锁上门的一刹那 许平秋往蓝战一的对面一坐 看着窝在一鱼 颓废得已经脸色苍白的蓝总 半晌无语 似乎没准备说什么 别和我玩心眼 我和谁合作 也不会挑警察合作的 蓝战一淡淡地说 跳出了刚刚出事的惶恐 已经开始冷静了 你不会有合作机会的 除非你想认罪 许平秋拿着手机 拨了一个电话 等待了不长时间 似乎是传输了一个视频 他收到以后 慢慢地举在蓝战一的面前 恶狠狠地道 看清楚 我没时间和你这种人渣废话 坦白地讲 我倒更喜欢当场击毙你 很短 不过几秒钟 蓝战一如遭电击 脸色白得吓人 而且额上冷汗直冒 许平秋收起手机的一刹那道 这本来是留在最后定死你的 恭喜你提前知道了 难道不想把底子兜出来 换个活命机会 有人在黑你啊 难道不想把他交到我们手里 蓝战一冷汗如水 刷刷冒个不停 许平秋看半晌无音 好话那是一句也没有 起身就走 这时候蓝战一受不住压力了 知道 等等 我要和你们的领导谈 我就是这里的最高领导 除了我 没人和你谈 你没想要什么 这个窝点一共有几个人 七个 谁负责 顾烧棠 转走的资金总额有多少 如果光肚吃 有四千万 如果把准备金也丢了 应该有八千万 谁还可能知道这个窝点 问到此处时 蓝战一的额头青筋暴突 恶狠狠地吐了两个字 温蓝 你告诉他的 不是 这里的人是两个月一换 只有他知道顾烧棠 那通知你刘玉明要反水的 也是他了 许平秋也是灵光一现 随口道 蓝战一愣了一下 恶然地看着许平秋 不过他点点头 仍然是这个温蓝 开口了 这个突破来得很奇怪 李硕不知道许平秋手里有什么力气 能把这样的大佬吓住 此事直接催生了后续的行动指令 红色通机直发到了各策案警力的通信工具上 通机漏网的重点嫌疑人温蓝 最后居然是他 肖梦奇有点懊悔 这个人一个小时前还在监视范围内 那时候可是随随随便便一个特警就能扭回来的呀 蓝战一根本不知道什么抢劫案 这很可能又是一次借刀杀人 给他扫清出逃的障碍 对 我们帮他扳倒蓝战一 然后他带着前员走高飞 那几个车匪可都是飙车好手 这里从市区开车 半个小时就到海岸线了 随时可以出境了 卧槽 怎么会这样 有人爆粗口了 打断了两位领导的自责 回头看时却是于峰 他正在尝试着追踪被劫走的资金 不知何故开始骂人砸键盘了 怎么回事 钱已经消化了 根本没出境 怎么可能 收到方确实是一家国外公司 可我查了信用证和往来 他们和内地深港 阳城 朱游长山的几家银行 都有业务往来结算 这种情况最大可能是个地下钱庄 向境外支付 然后境内的人负责给他提线 只要舍得给佣金 一手就洗干净了 那岂不是说 现在已经带着前员走高飞了 差不多 现在十二点十分了 比转出已经两个多小时了 这么大的金额 如果不是确凿的非法资金 想往回追 银行都不给你配合 这钱上的事 比人上的事有时候更难 谁攒手里也不会轻易放开的 警察在银行面前可嚣张不起来 哎 怎么乱成这样啊 通知谢兵 把绰号可可的卫席送到这来 不是 打进 看来还得神神盲成 找找他们最可能出逃的路线 史清淮心情凌乱地说 这些想法只能聊胜于无了 恐怕不会有什么结果 说完 他才发现大家都审视着他 他有点难堪 躲也似的出了门 肖孟奇追出去了 这个时候 已经不是支援组能力挽狂澜的时候了 其实都看到了这一点 李梅揉了揉鼻子 抹了抹眼睛 倒了杯咖啡 曹亚杰提醒了 哎 五元就赌输了 不是说以后不喝咖啡了吗 李梅气正不顺呢 孤独来了一大口 喷了一句 唉 那嫌疑人也顶不住 老顶我啊 曹哥 你是不是想成家了 鼠标提醒了一句 好暧昧 李梅巴唧一落打印纸 就扔了过去 他看着几个得瑟的笑容 气愤道 我 我就不该来 认识你们这群没皮没脸的 嘿哟 给我们这么高的评价 当之有愧啊 多人小说剧 鱼醉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